一通暖心的视讯电话 是护理师关心彼此的日常 疫情期间花莲慈祭医院的医护人员 需要随时待命前往不同的科别支援 虽然只是实习生依然肩负守护健康的使命 想方设法照顾好患者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发现自己是真的有在成长 护理照护具备多元的专业知识 紧急情况下互相合作挺过非常时期 对于个人能力提升也有帮助 原来护理就是互相 然后其实出去资源没有不好 出去资源是去学习 去加强自己的基础 在这个疫情他们 我相信他们会看到就是 护理的互相合作 站在防疫第一线 护理人员携手共进 团结的精神是持续对抗疫情的原动力 大海新闻何宇怀 邓明 刘洪志 花莲报导 上海市边继被忘 acept完 推广 3 4 3 4 4 感谢观看